虎形不一样 虎形主要是中下盘 基本上就是全在下边 就是相当于地坛圆式的 虽然不至于躺在地下 它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暴行 它基本上就是穿梦跳跃 中左穿在右 从右穿在左 从你这边当你这边 从你这边当你这边 它是这个意思 而鹤行呢 它主要是清零 你碰个人没了 因为它会飞 它会吃饭 你想抓它瘦 没了 它是这个特别清零 蛇呢 蛇就有点像泥鳅的感觉了 你一抓它 刺溜走了 一抓刺溜走了 但你身上刷刷刷刷 不断缠你 你抓不着它 这是蛇应该达到的这个效果 但是呢 你说蛇它缠你 它缠绕 零蛇缠死手嘛 但那个蛇形 就是蛇的走道的意思 又名零蛇缠死手 它缺少鹤的清零 它没有虎的力量 它也没有这个豹的这个速度 啪啪啪啪得穿 这种力量 这种那什么 也没有这个虎形的底盘那么低 它更没有容忍这个清零那个裤靶的油斗 是身把 但是那个蛇形在啥 练习这个柔软 练习这个 碰着你之后就缠上了 你就走不了 逃脱不了 怎么这么缠呢 下去下去 别缠着我 就这个 别缠着我 这才是蛇形应该达到的 而鹤形呢 是清零 你想抓 鹤 抓它 你抓不着它 所以说这是鹤形应该达到的 再说虎形 虎形应该达到啥样 你别碰它 碰它就给你扑那 它的那个这个 这个骨头骨力 相当凶 啪就给你扑那 底盘特别低 啪 专伸奔你下边来 但是这个虎形 咱们说这个 什么 虎形有很多 什么盘子 等等这些技法 咱就不说了 暴形你别碰它 你暴形一碰它 就速度